据台湾媒体报道,贾经文日前宣布好事,外界还以为是怀孕,不过日前曝光原来是出新书,书内容也陆续曝光。 所以想告诉大家这件事,没有一种幸福会是天经地义就拥有的,想让大家知道,正是因为经过跌跌撞撞,让他学会了如何爱与被爱。 贾经文新书备受关注,书中提到这是一个女人成长的故事,他年纪轻轻就成为演员,在父亲经商失败,去世之后,独立扛起家中负债与生计。 他说既然上天给我这样的剧本,我就好好扮演这个角色。 如同当一名敬业的演员,他也曾义无反顾地投入自己选择的婚姻,这样的冲动却让他跌了一大脚,付出极大代价,才上了一课,长了智慧。 毕竟上一任婚姻,贾经文书中也提到和修杰凯恋爱受到备受关注,姐弟恋也成为话题,年龄的差距从来不是问题,只不过是爱着的那个人正好比自己的年龄小, 放闪表示他是第一个让他有小女人感觉的男人,之后打从心底认定可以携手一生的男人。